大家好,我是黑洞谷歌,欢迎观看我们这一期的战神诸神黄昏的游戏视频解说 我们可以让他们边聊,然后边改造装备 我们这一期要探索的区域呢,是游戏最后一个直线区域了 这个好东西,虽然应该取获得怒气爆发,长怒气长得多 同时给他升了6级了 为什么他没来到这些地方 他们不见得我们不要看这些 他们三个伝障男生下来就不值得一挝犯火 你做了什么你做了,没必要去吓国 希望你和你的植鼓传都没有面囊不愿我 我们能够的 oh honey,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him, gave him a once over, just as soon as Freyr was patched up and on his wife, did you now? 我们给这个阿特柔斯技能升一下级,主要是这个,见识银鱼,然后还剩一些经验,我们可以给他剩,其他技能其实不怎么需要升了,这个可以加一个, 阿特柔,抓取敌人时偶尔会在上方出现,如果按下会发射一轮后,并设施一轮帅箭尸,这个也可以升一下,这个也算是好用,然后阿特柔斯的装备配件我们要改一下,我们要继续让他对敌人进行声波的眩晕效果增强,这样声波余震, 我们之前,把这个执政官的日志找来 谢谢,Kratos,这就是我们想着想的 阿特柔斯技能担心了所有事情,为了解我们的错误,现在那些语语可以继续 谢谢,Kratos,阿特柔斯和我们不会忘记这个 他们也不会忘记了所有血液之间,互相对他们 有一个道路向平凡全我们,没有人说这会很简单 哇,这头猪 这狗真的胖了跟猪一样 哇,这个转硬 真够大的 要把他们选择了,看这个任务的名字 看着那位老哥应该是没死 要去救他 又是这里 啊 这些人 更加游戏 那些人的封坏 我敢说她可怀疑她是更有精确的 在捕据你 还是你,兄弟 她是超级 她能够达 她们的封坏 她们的封坏 不是 可怜你还想到你会变成人 每一刻的几个年轻 那 她就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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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树枝长出来形成一条通路的时候呢,像之前会有,哎,看就是这个夹载周围的这些景物,长出草啊什么什么的夹载的过程,之前已经见到过一次。 这个意思 成纸船前往大坑 这里可以用纸船 幸存者的气味 这块区域的支线特别多 特别特别特别多 然后难度也很高 支线的难度也很高 获得的东西也都是好东西 强度是刚刚好的 但是难度很高 为什么画面会这样闪 以前也发现了 好像是游戏加载造成的问题 还是 但是他这个纸船 为什么人脸上也会有那样的事 感觉像一样跳戏到了2077 我们可以先摸一下传送门 恢复一下 我们现在满血 我们现在满血 黄大海姆也这么一道雷电 很神奇 这里的话现在探索区域 就是从我们面朝队的这个雷电 然后左半边区域 然后右半边区域 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方向 朝着这个洞口 洞口的左边又是一半边区域 水洞 然后右边又是一半边区域 一共有四片区域 我们差不多一起一个区域 我们今天先探索这边 不过这边会附带的 有一个任务要打的店 我们在右边 我们也先来右边把他打了 这个强敌流浪剑矢 这里会我们要打三个流浪剑矢 但是他们的这个行动特性会不一样 这个是那种大屁股对人见识 保持专注夺好他的每一招 他主要是 我先这个什么 我先把技能说完 就是他和前作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 有一招就是 在他背过身去的时候 他可能会拿剑柄捅你一下 然后那招出手特别快 只要他是摆出了姿势 顺着是那个是 然后捅你那么一下 所以一定他屁股冲着你 你会千万不要靠太近 就躲开吧 其他的话就跟前作的时候是一样的 还是盾牌会把我们 就这个 一定要躲开 然后勾引他出招 这个视角 哎呀 这个视角 一定要拉开距离 哇 超级硬超级难打 主要是就不好去连招 然后他屁股超突然对着你 你还得拉开距离 就是他有很多会有威胁的招 你不能站在他旁边 特别就是他新家这些招都是不讲道理的那种 你只能拉开距离 没有什么应对的方式 就是很愤 你还能拉开 好 只要破甲了就可以打另一隻了 哦 消灭流浪者 流浪者有一个谎言之路 然后是一个叫比尔吉尔 那不就是我们要找的流浪剑士吗 他说是被骗了 他们本来寻求的这个道路真理不存在 通向他的是征服残忍和欣喜 但是好像他们没有听还是怎么了 比尔吉尔加入我们 但是这些流浪剑士没有 拿到阿斯加德钢顶 这片区我们就先不探索 我们主要是先把这个流浪剑士打 还是挺难打的 稍微一不注意就被秒了 伤害巨高 不要再自动瞄准啊 但自动瞄准不开是吧 有些战斗手要用又用不得 你不能够了 你可以去哪里 我可以变得 Mae 那个战胶 按下为队 可以把这些刀 这些刀 方面 不 其实经常就是锁定锁不到想要锁的位置 其实像有这种涅饰柱要把它冻住的时候经常一锁就锁到别的位置 这个结晶是后面会有一个洞穴在里面的水塘里面可以把它换成一些特殊的装备 收集的越多就能可以换出 经常全收集的话就可以换一个全套 是一整套装备不是全套打架那个全套 好我们现在先往这个方向 这里也有个流浪见识 但是呢这个要晚上才能开启 现在还开启不了 我们得要找一个能进行天气切换的地方 这边过来呢是先要干掉一条龙 干掉那个龙的话 他不干掉的话 他就会跟那个暴灵龙一样到处飞到处干扰我们 非常的烦人 它必须是你 下去吧你 没有掉东西,没掉东西 接下来才算是个难点啊 这里敌人有几个混搭在一起 然后那个龙还会来干扰我们 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茂然的往前冲在开阔的地方 引爆之后可以继续给他丢 把那个雪炒的先炸掉 来了,算好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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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动物的尸体 烧焦的尸体 但是这个烧焦的尸体 应该不是龙岸呢 石魂魔像 石魂魔像就在附近 注意地上的一个形状比较特别的石头可能就会有 可能是一个拟态 如果不找到的话 在后面的战斗里面可能还会再遇到 这边还有一个奥丁的烧鸭 这边有一个 世界术蛇奖励 保持英虫 但是现在打不到他 要推他的这个支线到后面 绕过来才能打到 啊,就是这个 诶,怎么没捡到 怎么没捡到 我靠 我看他低头捡了个啥 你能捡到个材料是吧 这个火药是不是 我记得应该是可以躲掉的 应该是躲得时机不熟了 还好不用银行打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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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把他干掉这个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哎呦 又中铁 这边有一个又是一个难点 主要比较麻烦的是阿特罗斯射箭他射不上去 不必要凯不能瞄到那上面的那个打臂 这个柱子刚才 故意不往前走 一个是不开怪 再一个是如果往前走的话 你瞄的这个柱子 让阿特罗斯射箭的话 他会直接打到 就明明你已经瞄了个柱子 离这个旁边的敌人这么远 他自动就会打到这个人身上 然后就惊动怪 特别烦人 所以就是让视野里面没有那个小怪 他就不 阿特罗斯就避开 不要打到什么 这上面的传说写 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疯狂对不起 觉得是做了错的事情 疯狂 这边有一个宝箱 三个福恩石 三个福恩拿完 我发现就是宝箱开出来的是苹果 还是号角 这个好像还说不准 就是可能他是交际着来 但是跟你开宝箱的顺序有关系 他宝箱里面存的东西不是固定的 而是你开的第一个宝箱就一定是什么 第二个宝箱是什么 第三个宝箱是什么 还是这样子的 这里的话要跑快一点 啊对了 先不要跑 这里有一个奥丁的毒鸭 刚忘了 就在这里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支线任务 但是同时要小心小怪 我们不幸运 不够好 感觉都烧掉了 这个任务其实特别快就能做完 特别短 我能够找平衡 什么想你,优优独? 我曾经 有一个信息我必须得出现 的亚洲 和 Thor 我必须得出现 的信息必须得出现 它是重要的 我的军队是等于我的话 你已经等于一段时间 告诉我们 什么是最终的事你记得 我看到热 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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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些 红椒 有些 红椒 拜托 帮助我保持我的记忆 然后我可以告诉你 我那天的知识 这些传统 这些传统 可能能够告诉我们 什么发生了 这些传统的 那些传统的 那些传统的 那些传统 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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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这些传统的 那些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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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如果我们想知道 什么真的 你必须知道 那些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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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 这里我们绕过来 这里有个铁箱铺 然后还有一个昼夜交替 然后还有一个传送门 可以回血 这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休息点 如果转一圈 来这就可以 补给一下资源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刚才 他说要找到 他另外一半 在这个地方 要破坏一个石墙 这半面 只能通过上的 这上面来破坏 还要扎三个点 这边会有很多的 阿斯加德钢地 等会再来生机 我们先把他这个任务完成 因为等会还要再回来 因为我们要搞这类交替的 一个龙很烦人 还好这里他烧不到 好 我又是居住了 现在我能领导我的信息 你的船长长长死了 我...当然 Odin寄了 Thor去承担了河河 但我认为是太晚了 别担心 我们担心了 现在 告诉我们什么你知道的那天 我记得走进了一堂 然后 Thor是在那里 你知道为什么他在那里吗 有声音 他在找一个兵兵的兵兵 他在那里 我先不想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快出来了 那我最后看到他 但可能有其他人 有些人 我问如果Thor 在那里面有一个人 你认为Thor在那里面有一个人 你认为Thor在那里面有一个妈妈 他们没有喝过我 而她也不会和他 我们有时候 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爱的那些人 这个技能灭怀王者 这个也好用 我们拿到了就给他升一下鸡 蜘蛛的冲锋也可以给他升满鸡了 但是他增强的是眩晕效果 我们接下来可能还需要打眩晕的还挺多的 我们把这个强化眩晕伤害的这个护肤装上 下一场战斗可能会用的 好我们 切换一下昼夜 然后准备一下下一场战斗 升级的话就是能升什么升什么 然后提升装备等级嘛 准备准备 准备准备 就升到八级了 尼德维尔护壁 阿斯加德钢顶 护壁可以升一个 腰甲或者说是一个是加活力 一个是活力防御器加肯定先升手臂了 就先这样 现在切到夜晚 切到夜晚之后 敌人会不一样 会会会差别很大 白天和晚上 敌人会重新刷 哎 就这样 然后这里的话 我看这个门虽然打开 但有一个石膜 我们的战术就是把他打晕 呵呵 我们战术就把他打晕 我看看啊 如果要打晕他的话 我们要用到什么会比较好呢 我们注重眩晕效果 看看 使用防御 Keran 和 market 然后比较好 担关 这个龙直接扫一个扫射给他 烧死了 把我们也烧到了一下 这道门可以打开了 接下来会是一个难点战斗 这点水上弄过 先把附近的这个 这一次坏点 准备好长矛 准备好长矛 刀刀和拔粪宝 越来越还养得像黑狗 然后打他的时候要在他送席之后要到他最后 可以后来示范送牌的这个攻击 要测,测开,拉开距离以后测开 如果要是中了要赶紧暴戏 哎呀,他这个很难堵 因为他除了周围会爆出这个冰冻气体以外还会向前一个远距离的一个一个冷冻气体 特别难躲 这属于粪招 这代的敌人粪招特别,这个流浪剑式的这个粪招特别 一般也就出一次,他出了两次有点闹不住 很难躲,躲的还有运气成分 血压 血压 哇 拔粪宝 背身拔粪宝 他这个自动锁定锁到身上真的烦 反正他这个动作就不快 开半刀 混招特别多 他这甲先开了 在走 盲眼客 他是个骗子 道路的终点是极乐之地 是一个光灿灿的地方 骗他们去找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只会痛苦 快乐心碎胜利 无聊饥饿绝望 没有目的 只有一条路 说过很多记忆 他们要让他们踏遍九界 找一个极乐的地方 奥迪骗这些游浪剑士 去找一个极乐净土 这边进去的话就是boss战了 我们还是回去准备一下把血骨满再来打 接下来就要boss战了 把这个资源都 战斗资源都补好了 嗯 怎么进不去 伊氏 来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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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下来吧你 哇 这个火堆还没灭 有点愤 有点愤 哇,好多雨 这里还有一个奥丁图压 我看你OK 先自我 我看能不能拿到什么 这就好了 我看能不能拿到什么 看能不能拿到什么 我没关系 我知道你不想过来 我不是说过来 you don't need to the boss sends me out the most often and i know why i'm unbearable that's why you hate me you are not my enemy you are irrelevant a stranger so you don't despise me i do not feel one way or the other that's honestly kind of a relief i mean yeah you're a stranger to me too why should i care what you think now you understand fantastic master kratos i'm glad to know we do not care about each other get bet i don't know if that was necessarily the best lesson but uh what do i know and appreciate it there's a mystic gateway nearby but i have no stone for it we do can't believe you survive that fall how'd you do it i rolled talk later 他打滾缓冲还行 i have no need for this maybe i'll see you back at the camp i'm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one hopes 他拿了个什么东西 well with bierger safe we can get out of your bierger or explore some more if you wanna 九戒顿市 啊招架市有低运气机率触发一次界域转移啊 如果不是主动触发的界域转移的话 我自己挺不适应的因为特别容易打断这个战斗的 攻击节奏 这是新的直线肉 我们先不禁这个传送门 我们从这边 出去 get another mystery crystal 这里有一个世界树蛇 这里有一个世界树蛇 走远一点 诶 不少好东西 阿斯加德钢顶好 我们这块区域还有最后一个流浪箭矢我们去把它打了 我希望会有这么一个闪电啊 刚还有一个那个奥丁的度压 我有没有打 我看看 平原地区 还有一个奥丁的度压 这已经打了 就是之后的只能下次再下次再找 再收集了 这边应该是有四个可以打 然后还有一个要往后推才能打得到 这边要从这里下 就是这 这还有个流浪箭矢 这个流浪箭矢也很猛 都挺猛的 都很难对付 保持专注 不耍花招 他主要是会有一个格挡 然后瞬间 对不起 发动 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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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要燃烤 我肯定要燃烤 但是我肯定要燃烤 我肯定要燃烤 我肯定要燃烤 14星搞定 真紧张 又有一个卷轴 目的地 如果这条路不是通向极乐 那他通向哪里 为什么盲眼克坚持 我们要走这条路 然后看完这段记录以后 这个他们这 这个B2GR写给他们的 应该是 让他们知道 就是这个盲眼克 是骗他们的 让他们去找的是 可以跟B2吉尔汇报一下 我们先回 新瑞的家 跟松鼠汇报一下 刚才的 找路的任务 把他接下来 这样的话 后面遇到路的话 我们也都可以给他送回去 把他接下来 那是很重的 那是很重的 我猜猜 为什么他不只是 尽码它 一些东西 尔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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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个一只 这么厉害 I don't care any horticultural skills from you but I would ask that you keep an eye open for the stags of the Four Seasons They normally graze upon the tree and keep it tidy Unfortunately,Pitter decided it would be funny to trick Arrogant into releasing them If you happened to find the stags during your travels,I would greatly appreciate assistance in bringing them home I would have one of my spectral squirrels do it,but they,well keep eating the feed I give them consequence of it being the most delicious food in all the Nine Realms I suppose We have seen these stags Great,then all you need is some feed Once you've found a stag,the feed should calm them down Then one of my spectrals will guide them back here And,uh,don't eat the feed please I will not Vitterness asked me if I was too chicken to release them But I am in fact not chicken-like whatsoever So as you can see,I had no choice Yes,of course,what else could you have done? While normally this would be a harmless prank Thimblewinter prevented the stags from returning And now they have long since scattered to parts unknown It was worth it Now then,any luck finding those leanworms? There is one thing I'd like to know Obviously the time has come to talk about me It most certainly has not What?Why not? How dare you belittle my accomplishments? I apologize for arrogance His volume has only increased over the years And why shouldn't it?I single-handedly take care of the ding-dang world tree Without your boy here,the realms would rot off the branches before you can say ingratitude It does have a point Tending to the world tree all on your own,it's no small task Of course he's got a point My dear Mimir But singing your own praises It's awfully gauche,isn't it? Who the hell else is gonna sing them? And your question was Oh,I've utterly forgotten Splendid Until next time then 忘了還行 Please come back anytime 好 我們接下來 找另一隻鹿 黃大海武平原 剛才打完BOSS的這個 就是他們猜測可能那個閃電是 劳菲曾經跟這個索爾戰鬥留下的 沒有做出吃東西的樣子 所以就這種鏡頭角度 Yes You had a plan to kill it if it had a tank didn't you? Yes Yes 好,我們去回這個 弗雷的營地 去找比爾吉爾 He journeyed across Agir's burning ocean Into the heart of the silent matron herself To find it Lost every man in his crew But to hear him tell it It was worth all that blood and more 他不覺得虧 反而還覺得挺賺 犧牲了別人 他到底要找什麼 他也不知道自己找什麼 只知道裡面有答案 他會告訴我裡面有什麼 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 Now that I've spent time in Asgard It's strange to imagine Magni and Modi there Sif raised them both, right? She seems like a good mom Maybe a little overprotective A good mother? Not the Sif I knew In a culture as debaucherous as the Aesir Being a paragon of womanhood Meant being a fierce fighter And a fiercer drinker She and Thor seldom knew a moment sobriety Whether brutally dealing with their enemies Or just as brutally raising those boys What do you mean? Oh little brother I know you didn't have an easy childhood But you can't fathom how much worse it can get Imagine learning discipline by having thrashed into your time and again That was Thor's approach The same one Oden was on him A poisonous notion of manhood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A grim inheritance Leaving all of them the poorer Well Sif doesn't drink anymore Neither of them do I am quietly flabbergasted to hear it I get the sense it's more recent for him But I know he loves his daughter I expect that's the explanation Sif goes straight And hopes that raising a good daughter will redeem their past failures Thor struggles Maybe she gives him an ultimatum after some breaking point or other Like what he did to Modi That night he found us Oh That's a deft guess lad And if that ultimatum worked Well Good for them Truly I hope you weren't followed I hope you weren't followed That's a big part of R in this I don't know Bierger How you feeling? Like I could sleep through Ragnarok Funny you should say that No He has earned his rest Yes I think it may be time for this old warrior to finally lay down his sword And find a quiet place to retire A quiet place huh Aren't you gonna miss Freyr and his crew? I will miss their companionship Yes But this is no place to convalesce Actually I know somebody else out there who's alone and could use your help Let's talk later I would like that 不會想介绍鐵森林给他吧 不會想介绍鐵森林吧 好吧 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差不多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Lunda People keep telling me Ragnarok is faded to happen What do you think? You know a lot of folk told me was fate I stopped smithing once I nearly lost my hand So Nah Fake can eat my food I see why you and Brock get along Oh you don't see past the tip of your sniffer Love What now? The riddle What gets bigger than what you take away Love What kind of chub bubbling relationships you've been in Amir And don't make any sense Agreed Oh fuck I won't be lectured on the nature of a romance By the two of you Yes It's bigger than what you take away 還是沒猜出來 好 我們這期視頻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觀看 大家拜拜